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帮你挖掘好新闻 我是Bonnie 澳洲的一对兄妹 最近在户外寻宝的时候 意外挖出了数千块色泽绚丽有珍贵的蛋白石 总价值居然高达台币2620万 这一对兄妹的父母从上世纪60年代 就开始从事开采和出售蛋白石的生意 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重大的发现 哥哥埃塞克安德鲁和妹妹索菲亚 日前在一个名为约瓦的小镇 意外挖掘出许多珍贵的宝石 总重量高达150公斤 据了解世界上90%以上的蛋白石 都在澳洲内陆被发现 也被称为澳洲的国石 它的学名为欧柏 是二氧化系的水和物 呈现非金质结构 所以没有一定的外形 蛋白石及所有宝石的美丽色泽于一身 因为强烈的变彩效应被追捧成世界六大宝石之一 以巴冲突持续升温 以色列的军方以及统治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交战进入第二周 哈马斯仍然向以色列发动火箭猛轰 以色列也对加萨发动了数十场空袭 15号以色列不仅是炸毁了位在加萨走廊的美联社 半岛电视台的媒体大楼 另外一栋三层楼的难民营也被轰炸 一家石口被炸死 只有一名婴儿幸存 而根据了解这一周下来 这一场暴力冲突已经造成了至少208人死亡 但是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态度仍然坚硬 表示不会停火 轰一声巨响 12层楼高的大楼瞬间粉碎 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位于加萨的办公大楼遭到炸毁 爆炸一声又一声 巨大的烟尘扬起 一栋栋大楼一为平地 巴勒斯坦一名有四个小孩的女记者 冒着生命危险连线报导 目击恐怖瞬间 一栋三层楼高的难民营也被轰炸 八名孩童和两名妇女当场丧命 现场仅存一名六个月大的婴儿 大腿骨折全身都是瘀青 以色列空袭加萨走廊 理由是要攻击巴勒斯坦号战组织哈马斯 但加萨走廊有两百万巴勒斯坦军民 死得多是平民老百姓 冲突至今已经有两百多人丧命 但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并不打算松手 以色列谴责 印度最近的灾难是层出不穷 不仅在苦苦对抗新冠的疫情 三级飓风的气血也在17号席卷了印度的西海岸 使得至少六个人死亡 现在许多地区淹水成灾 也出现了房屋倒塌 树木和电线杆连根拔起的状况 Cycloning storm 超级高 风速度 180-160km 甚至210km 甚至210km 甚至超级热的热水 都预期了 Cycloning storm 也会有很多热水的气血 和防御的影响 画面中可以看到 由强烈的热带气旋 造成波涛汹涌的海浪 印度的西海岸是许多炼油厂和港口的位置 也是印度最大医用级氧气供应商的所在地 为了提供新冠病患的治疗 当局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确保这里的生产不受阻碍 而目前印度的气象部门 已经对省内的五个地区发布了 莫德士获得最佳民族服装奖的 缅甸小姐杜莎文林 她先前在舞台走秀的时候 突然展开了写有为缅甸祈祷的标语 希望全球来关注缅甸的政变 缅甸军方在今年的2月1号 以大选舞弊为由发动政变 民宣领社汪山苏姬和全球民主联盟的官员都被逮捕 之后缅甸便陷入了严重的动乱 全国几乎都有反军方的抗议活动进行 目前已经有多达788人在军方的镇压下身亡 而被控六项罪名被关押多时的汪山苏姬 终于确定将会在24号 亲自出庭受审 历史上的今天要带您回到1868年的5月18号 这一天是俄罗斯帝国最后的沙皇 尼古拉二世的生日 他出生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尼古拉二世是前任沙皇与丹麦公主达格玛的长子 还是皇太子的时候 还曾经是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的主席 1895年尼古拉二世登基成沙皇之后 他一度跟日本爆发战争 还带领了国家加入一次大战 导致全国死伤无数粮食短缺 这导致了尼古拉二世逐渐失去了各个阶级民众的支持 最后在1917年爆发了二月革命 在同年的3月15号 他被迫退位 退位之后 他与一家七小被当时的临时政府安置于西伯利亚 一直到隔年的7月16号凌晨 列宁领导的军队决定处决沙皇一家 并且使用硫酸和汽油来销毁他们的遗体 当时的尼古拉二世年仅50岁 简直到彼此 优优独播剧场 rator永正 详细